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Alex 杨 杨宇 那么杨宇会为大家讲解这个demo的部分 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议程 第一部分我们会讲述为什么我们需要windows容器 然后基于容器的使用场景来聊为什么我们要容器化 然后最后如果你想用windows的容器的话需要基于哪些现实的考量 然后如何能更高效的把容器应用到windows上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这三部分的一个议程 如果讲完之后有时间的话 然后后面是一个QA的一个时间 OK我们来讲第一部分 为什么我们要需要windows容器呢 很多人包括客户问我们这个问题容器是Linux的一个东西 比如Namespace Siggroup都是基于Linux的Kernel的一个技术 我们为什么要聊windows呢 那么很多人可能注意到了 从windows server 2016开始 微软就引入了容器的概念 那么在windows server上实现了和Linux容器上相似的功能 这样我们就能把传统的Darnet业务包括一些windows的业务 迁离到容器里要跑在windows server上 这样也能使得这种Darnet的业务或者是获得容器化的一个优势 那么这几年我们在项目中各个机构的统计结构中都会发现 在服务端仍然有大量的windows应用 左面那个图大家可以看到2017年IDC机构统计了有70%以上的应用程序 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跑在windows server上 不管是1216还是0803 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 要拿1819年的统计数据也是差不多的 那么目前在我们的行业中实际上大部分的声音都在讨论 比如说微服务或者Node.js 然后Goalong或者Python这些的话题 那么实际上我们全球存在了大量的windows应用 他们可以用这种容器的优势来进行一个优化 那么这个是从业务应用的角度来看的 那么从右面这个图从业人员的角度来看 可以看到很多的开发者仍然在大量使用CShop StackOverflow做过一个最流行开发源的调查 那么调查结构显示三分之一的开发者仍然在大量使用CShop 而CShop大部分都与windows server 以及windows server以及.net业务相关 这个比重这些年有所下降 但是可以看仍然有很多CShop的应用 那么谈到这个框架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StackOverflow上的另一个调查中 这个ASB.net和.net仍然是框架使用率上接近榜首的一个位置 那这么这说明这个.net仍然是业界的优质选择 所以所有的统计数据都能表明 我们将windows上的应用容器化非常的必要 这可以让windows上的应用享受到这个容器的好处 包括可一致性啊可伸缩性啊 还有一些这个Kubernetes的一些优势 OK那么从整个的用力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容器包括Kubernetes的很多价值 那么大概分这五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Consistent Operation 就是一致性操作一致性运维一致性运营 这一致性的问题 那么之前呢我们构建包括一型应用呢 都是大多数都相互独立且不兼容的 尤其是Linux和Windows 那么两个平台上构建这个应用是包括跑起来是完全不同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把它都容器化之后呢 Kubernetes啊包括容器给了我们一个标准方式来应用 不论是Linux还是Windows的 都可以用一种方式容器化的方式来跑起来 那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整个运维运营的这个复杂性 而且对于一些比较相同性质的应用呢 我们可以设置应用比如说一组方向规则 或者一组一个RBAC规则 然后统一的把这个应用管起来 而不是像之前的 那Linux你要Linux设置 Windows啊Windows啊 一个个来设置 那么这种一致性可以在这个Kubernetes 使得这个容器化带来非常大的好处 那么另一点就是传统的这个刀奈业务 我们刚刚刚提到这些应用非常需要进行容器化 因为现在很多 还有很多公司在维护这些传统的刀奈应用 维护包括Build 包括跑起来这些应用啊 大多数都要写很多的这个构建脚本 有大量的手工工作在里面啊 所以那我们把它容器化之后呢 那我们就把容器的这种先进的框架的优点啊 引入到了这个DowNet应用中 可以通过容器进行自动化的部署 自动化的构建啊 能够得更好的体验 那么第三个就是节省成本啊 我觉得这是这五个里面最大的一个优点啊 尤其是在本地的应用上 那么现代技术架构云化之后 我们有大量的虚拟机啊 大多数这些虚拟机的使用率非常低 也就40% 30%左右啊 那么使用的容器化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容器 我们看VM里的业务啊 有一些VM的业务拿出来放在容器里啊 然后呢 通过容器来使得整体的这个使用率变高啊 那么无论是管理角度还是基础设施角度 那成本都有很大幅度的一个呃 节省 那么第四个是云迁仪 那么云迁仪呃 现在是很多公司的关注一个焦点啊 那么呃 这个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容器 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优雅的方式 你把整个业务容器化之后 那它可以轻松的从你的本地 或者从私有云迁移到公用云上 或者说从 当然你可以从公用云把业务迁回来 这些都是非常自由的 那这个是这个容器化的一个固有优点 那么最后呢 是这个DevOps的这个practice 那么过去几年呢 我们从这个DevOps 包括DevOps的应用啊 获得了这个很大的收益 因为它能持续开发 持续集成 持续部署 一切都会自动化 那么从这个DevOps角度来看呢 那么容器化 也使得这个所有应用 有一个非常一致的pipelines 非常一致的管道 这这样呢就使得很多的 这个传统应用 能享受到这个DevOps的优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将这个Windows 使用计划 并使用Cubernetes的五个点吧 然后我们这些年实际方面 另一个最大的动力呢 就是因为Windows 2008 因为大家可能从各种渠道都了解到的 Windows 2008 从这个2020年1月14日开始就EOL了 那么意味着就是 微软不会再给它任何安全补丁 或者修补程序 因为支持期限已经到了 但是目前我们了解到 仍然有大量的Windows 2018的系统在运行 上面有大量的业务 而且很多是关键业务 那么这些业务呢 目前来说从安全运位还是管理等等角度来讲 都会是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1月14号之后发现的漏洞 那么对上面的业务来说都是致命的 所以这两年针对这个08的话题呢 有很多这个淘金热潮 比如怎么帮企业把这个业务从08 迁移到这个1619上 一直是这几年热门话题 那么现在业界主流呢 有这么几种选择 第一个也是我们听到这个最主流的声音 就是重构和升级应用 就是我们将之前的Dolnet应用拆开 然后改一部分代码 然后移植到全新的Dolnet Core 或者Dolnet Framework上 然后把这个业务整体的迁到Windows 2019 这样整个工作就完成了 那么按照路线图来看呢 这个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但实际上可操作性不是很强 因为我们如果公司只有一两个应用 或者几个应用 我觉得这种方法还可以 但是如果有成百上千 或者上万个应用 那这种方式基本无法实现 因为首先它需要重组 每个应用都需要重组 或者改一些很多代码 那么就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完成 那很多公司不能接受这一点 那就算是有这么多人力的公司 那也不见得会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看起来没有任何收益 尤其是从这个ROI上来讲 那它仅仅是把之前的一个APP给重建了 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在里面 而且如果选择这个路线 如果下一次2019 EOL了 那我们还要再来一遍 那么那么所以这样又消耗大量的成本 所以这个的可造性不强 那么第二个呢 也是微软提出了一个这个方案 就是和微软签一个定制化的合同 然后来微软来提供定制化的这种服务 包括补丁 那首先这个合同一般情况下非常的贵 基本上可以达到这个75% 你买license的费用 而且关键是这个方法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因为说到底这个2008已经过时了 总有一天你会把它抛弃 总有一天你要做这个升级 这个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 所以说不仅贵 而且后续还是会有问题 那么第三个方法和第二个方法 比较相似 那只不过是第三个 相当于一些云厂商会为你提供这个服务 一些云厂商会 尤其公用云的厂商会说 他会帮你打这个补丁 帮你来看这个安全 那么实际的情况是一样的 第一个问题就公用云上会比较贵 因为之前的你的这个成本已经发生了 然后你还要把它迁到公用云上 那么第二个就是总有一天你还是会要升级 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最后的方法 就是这个我们发现解决这个问题 最好的方法就是容器化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业务都跑在VM或者跑在这个本地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应用从VM里拿出来 用它现有的配置进行一些容器化 那么这样就使得我们整个的当代应用 与底层的操作系统就截偶了 因为它已经容器化了 那么一旦容器跑起来之后 之前的操作系统就没什么用了 然后我们直接再把整个应用 直接移植到Windows 209里面 而且我们经过以前经过评估 这些操作大多数不会涉及到代码的改变 而只要更改一些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链条 包括一些web的配置就能够实现 有一些需要改一些代码 但是对比第一种方法来说 这个量也会小非常多 而且我们容器化之后就会用到Kubernetes 那么Kubernetes就是我们不需要大量的开发 就能享受到Kubernetes带来的很多好处 而且放长远来看 就算是2019它也EOL了 那我们只需要再用容器化的方式 再需要改一下Docker file 然后重新把Base image改一下 重新打包一下镜像 那么整个过程就结束了 所以对未来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 所以第四种容器化的方法 不论从现在还是常远来看 都是我们前108业务上面的一个最优解 OK 那之前我们讲了为什么要容器化的原因 那么我们后面来讲一下 如何来做容器化 一些把这个Windows容器化需要考虑的一些事情 然后第一步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操作系统 首先我们要选择就是 我们选择用哪个版本进行容器化 来运行容器呢 那么之前我们讲过 从2016开始 微软就引入了对容器的支持 但是实际上包括2016 包括2019 还有其他很多的Windows Server的这个系统的版本分支 需要我们去选择 那么这些分支呢 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叫这个上面这个叫LTSC 就是长期支持版本 那么长期支持版本就是我们 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 这个Windows Server 2012 2016 2019 这些都是LTSC的版本 两到三年一个新版本 然后5加5年的支持 一共10年 其中5年mainstream的 5年这个extended 那么这个类型的版本呢 完完全全的专注在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上 所以一般情况下 微软不会放一些超级新的特性 在这个LTSC上 因为不想砸自己的招牌嘛 所以我们在上面一般跑一些非常重要的业务 那么从2016年开始呢 微软开放了另一个操作系统分支 叫ICC就是半年版本 如果我们看到Windows Server后面 跟着一个比如1903 1809 1709 这样的版本号 那这个就是ICC版本 那么1903 就是这个版本编号的一种方式 19年是年份 03是月份 那目前呢 我们买这个license的时候 或者买服务的时候 只能买这两个其中一种 而且买完之后也不能随意转换 那么微软通常呢 这个ICC版本是每六个月发布一次 通常在春季和秋季 那么1909刚刚发布几个月 那么所有 所有这个这半年开发出来的新功能呢 都会放在上面 因此啊 就是对于很多新兴技术 包括我们的容器和Kubernetes 那么微软首先会将最新的功能 包括最新的特性 都放在这个ICC里面 那么运行一段时间OK之后 那么会再放回到这个LTSC的这个分支中 那么对于这个ICC不利的一个消息呢 就是ICC版本通常只有18个月的支持 那么对于很多公司来说 这个时间可能比较短 尤其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国企的企业 对超级浓审批比较严格 那么可能刚买了一套2016 然后这个又要搞一套SAC 那这个不是很现实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不论是微软官方 还是我们的Mentis 都建议大家把这个容器 或Kubernetes跑在这个SAC版本上 因为对这个Kubernetes来说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包括bugfix 包括一些feature 都会第一时间推送 到SAC上 那么使用SAC的体验呢 会比这个LTSC上好很多 那么实在有困难呢 在LTSC上 比如Windows 2019 跑这个Kubernetes容器 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OK呢 这个就是一个操作系统层面的 一个考量 那么下一个方面 我们做这个镜像的一个Base Image的选择 也非常的重要 那么大家都知道 在容器的世界里呢 这个基本上我们用的是一个层结构 那么就Layers这种结构 那么一些镜像都是有很多个Layers 有很多个层级来构建的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大了二英制的文件 那么每个镜像都包含很多层 那在Layers里呢 大家可能很习惯用这个Base Box 或者基于这个Alpine 或者Scratch来做这个镜像 或者干脆从这个Docker Hub里 拉这个成千上万的Base Image 那么在Windows里呢 我们所有的这个Base Image 都源于这三种这个Base Image 第一个是这个Nano Server 这个是1909上能使用的最小的一个镜像 整个镜像只有100多兆 但是如果你换了其他版本 比如说1803 那它的大小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 那么Nano Server非常适合这种云延伸的 或者比较轻量级的应用 这个如果你想这个 这个只想构建一个Docker 或者NodeJS应用 并且在这个Windows上跑起来 那么Nano Server一般是首选 或者你有一些这个PowerSerial的 这个脚本合集 或者某些自动化测试工具 那么也可以用Nano Server来构建 那这样可以做到这个 整个工具非常的轻量 非常的小 那么如果你需要的 不仅仅是Docker 而是整个Docker Framework 那么你就需要那个下一个 这个Base Image了 就是我们的SoroCore Image 它包含了完整的Docker Framework 所以它的主要目标 就是把之前的五年十年前开发的这种传统的应用 来做这种容器镜像 让它们来容器化的一个镜像 那么如果你在用SoroCore的镜像构建的时候发现 那么这个应用还需要某些特定的Windows组件 那么我们就需要第三种 就是这种完整的Windows镜像 它包含了绝大多数Windows的一些组件 另外如果您应用用了大量的Windows API 那么用这个镜像的话也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这三个镜像的选择原则 如果你可以发现如果一个应用可以在这个NanoSoro上运行 那么它一定可以在这个SoroCore里运行 但是我们的建议是尽量使用最小的镜像来完成容器化 那这样呢也可是整个容器化过程变得灵魂而高效 那刚才讨论了很多这个宿主机操作系统 包括基本镜像的问题 那么根本原因是在这个Linux里面 我们只要有这个宿主机和容器 我们其实不太相当于Windows来说 不是那么需要关注宿主机和容器的操作系统本身 因为我们有本身的我们有这种独立的container runtime 来做这个隔离 那么这在Linux中其实没什么问题 那么在Windows上呢 我们其实必须要关心这两者的一个兼容性 那么这个就是图中的这个就是一个图表 这个是基于微软官方的一个简化版本 完整的版本可以在这个下面连接里找到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Linux的容器 采用的是这种进程方式的进行资源隔离 那么在Windows呢实际上有两种隔离方式 那么第一种呢和这个Linux一样也是这个进程隔离 那么在进程隔离中呢 那么Windows的兼容性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要求宿主机的操作系统与容器的操作系统版本必须一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横轴是这个host-wise version 就是宿主机的一个版本 那么这个纵轴呢就是我们这个容器的OS的一个version 那么可以看到必须要保持版本一致才可以被支持 那么如果一个这个容器的OS跑到2019 那么如果这个版本不一致呢 那系统会阻止我们是应用是没办法跑起来的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几年的Windows Server刚才说过 分支版本的非常多 不仅是版本非常多 实际上整个的API包括内核一直发生变化 所以确保容器内外部分一致 就可以保证我们在这个容器在运行的时候 不会因为内核API出现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 但是我们有这种 Windows出现了第二种选项叫这种Hyper-V的隔离 那么它的原理呢就是允许我们容器 跑在一个非常轻的虚拟基地 那么在这个虚拟基地呢 跑的是这个 那个我们containerOS需要的特定的这个内核版本 所以说这个兼容性比较优好 只要宿主机的这个系统版本高于或等于容器的操作系统版本 就可以实现 那么目前这个版本功能在这个alpha的阶段 我们也在这个锦组密鼓的开发中 那么预计会在2020年 也就是今年的晚些时候会推出这个功能 那么Hyper-V隔离 可以使这个Windows的容器生态系统的灵活性大大增强 那么如果有一个1903的宿主机 而我的镜像是G.2019的 那么基于这种Hyper-V的隔离 就可以完美的在1903上把镜像跑起来 OK 这个就是一个兼容性的一个考量 OK 那接下来如果让这个Kubernetes集群兼容这个Windows Server 那么这个图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这个是比较基础的一个Kubernetes架构吧 我们有三个这个Masters作为这个进行的大脑 然后我们 然后呢我们有这个下面两个workers 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只支持Windows节点作为这个worker的节点 那么如果我们想让Windows做master 那这个目前来说还实现不了 而且呢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如果用传统的方法来进行容器的调度 比如说我我给一个IIS的应用 IIS的应用容器要跑起来 那么这个master会尝试在这个Linux和Windows容器之间调度 也就是说它调度的时候有可能会把这个东西放在Linux的worker里面 那么一跑肯定会爆错 爆错之后呢这个master就会重拾 一直重拾到这个容器被分配到这个Windows的这个worker上 那才算成功 那么显然这个东西是不是很智能的 所以我们引入了一个功能叫这个node selector 那么node selector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字段 那里面有一个标签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pod的这个配纸念里面把这个标签加进去 有一个可以看到标黄的地方 这个beta Cubernetes,iOS 给它写成Windows 那么六面是三个宿主机 那同样的我们在这个三个宿主机上面也可以标这个labels 那可以标成这个Linux,Windows,包括这种labels 那么标完labels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master在调度的时候就会精准的匹配这个labels 这样我们就免去了这种错误调度的这种烦恼 可以直接的把我们的容器调度 精准的调度在这个windows的这个worker上面 OK 这是一些需要这个这个注意的另外一些需要注意的点 那么刚才我们聊了关于很多这个2019 那么2019确实实实实 Cubernetes的最低版本 那么但是如果我们的业务一带于2016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容器化 但是我们可以只能做这种独立的容器化 比如一台服务器独立的跑这个容器 或者我们采用其他的这种编排方式 那么如果要使用这个Kubernetes 就必须要使用这个2019或者1809以上的这个ICC版本 那第二个NodeStack 我们刚刚讲过这个非常重要 那第三个就是特权容器 那么Lytx中有一个特权容器的概念 那么这些容器对着这个宿主机有着很高的权限 能够对宿主机进行一些操作 对于有些这个代理的代理程序 包括一些这个业务场景 那么这种容器会很好地满足这些场景 那么在Windows的世界中 没有类似的一种类似的概念 那么如果你想用这个容器来操作这个注册表 那么宿主机会阻止它 因为Windows安全边界和这个界定的都更加严格和明显 这个是和Lytx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下面这个Lytx Masters 我们刚刚提到过 只能用Lytx Masters 那么最后一个有资源消耗的问题 那在Lytx中很多镜像很小很轻 那么在Windows中刚才我们可以也看到了 那么最小的镜像也是100兆 包括它使用的CPU包括内存 也都要多于这个Lytx的容器 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一定要不要用Lytx这种惯性的思维 来给Port做资源限制 一定要把这个资源给大一点 OK 那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历史 那Windows最早对容器的支持还是2016年 然后2017年呢 这个CNI的这个容器的开发开始展开 那么Kubernetes可以联网 那么这工作一直持续到19年3月的发布 那3月的版本这个是非常稳定的 那么后面有很多公司参与到这个社区里面来 像Bemir,Docker 也就是现在Mirinux 不断不断的添加新功能 那么1.15版本我们就拥有了这个GMSA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后面我们会聊到 那么在1.16我们加入了这个CSI的一些支持 那么1.17我们在做这个Rise username的研究 那么后面的发布1.18,1.19 那么会有更多的使用功能来添加起来 那为什么要看这个历史呢 那这个就是为大家展示一点 就是Windows Server的Kubernetes处于一个初始的阶段 而且Kubernetes本身呢也在不断的计划 所以以后每一个Windows Server的版本发布呢 都会有很多特性新功能 包括Fix发布 包括对于这个Dolnet业务也会支持越来越好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推荐这个SAC 作为这个数据版本的一个 包括这个Continuous版本的一个原因 OK那么我们要真正的让这个容器 就让这个传统业务容计划呢 我们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目前的可能很多客户在问的 就是这个身份认证的问题 近十年大多数的Windows应用 使用的身份认证都会涉及到这个IWA 包括这个AD 那么在这个容器中呢 这个AD或者IWA的概念就会有些问题 因为Windows容器本身不能加入这个AD域 所以呢我们就要引入这个GEMSA 包括这个DomainJone的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非常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这个Windows容器 要加入AD所必须的 那么我们每一个容器 并不需要加入一个AD域了 这样我们只要每个宿主机 通过这个DomainJone加入这个AD域 然后呢宿主机通过这个GMSA 来管理整个宿主机 对于容器这个AD认证的所有需求 这样就完美的实现了容器 跟这个AD的一个对接 那么具体的流程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左边我发了一个创建POD请求 那么我们要带一个这个CredentialSpec 这个是个JSON文件 里面包含了一些需要加入AD域的一个信息 OK我带这个东西发给我们的这个Worker之后呢 我的Worker就知道 这个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容器 它是一个需要AD认证的这个POD 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容器内部的一个另外一个组件 叫Continuous Credential Guard会跟这个AD域进行交互 那么会让这个AD域来分发这个Kerbos的Tickets 包括维护整个的AD认证信息 然后获得这些信息之后呢 我们的Worker就会用这个把容器创建起来 并且在GMSA里把这个账号服务账号 叫ServiceCount创建好 那么后面我们所有的认证呢 就会在这个数据库里用这个GMSA的账号进行AD的这个认证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证方式 那这样呢整个这个AD域的这个在容器的实现链条呢 就完整了 OK那这块就是一个我们这个身份认证的一个考量 那么第二考量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志方面 那么日志呢我们正常的Nix都会把这个容器的日会输入到Standout 那么我们跑这个Docker Run或者Docker Logs都是拿Standout里面的一个log 可以很轻松的看到这些logs 那么Windows这个机制就完全不太一样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跑这个Docker Run 只看到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 是因为这个Windows默认会把整个的这个log打到EW 和这个一些自定义的一些文件中 那么不是在Standout中 那么这个标准出现的不一致 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困惑 那么这里我们引入了一个叫logmonitor的一个概念 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加了一个logmonitor 那么使得我们Windows的这个容器发出来日志 也发到这个Standout 那么可以使得我们获得一种类Linux的体验 是两面的标准一致 那么这样我们在跑Docker Logs或者CoverCTR Logs 也会获得相同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样的话就避免了这个之前这个原因 那么这个是我们knowledgemonitor tool的一些roadmap 那么它也是一个开源的项目 我们在GitHub上能看到 那么另外呢 它也在不断的加一些support进去 包括这个支持一些环境变量 包括支持config map 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Docker第三方log的收集工具 那么也在加入这些的支持 包括它的这个这个performance也越来越好 所以这个是logmonitor一个总体的一个状况 OK 那么讲完log方面呢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存储的一些考量 那么我们在选择存储方面 在Kubernetes上的存储 Windows和Linux上也不是特别的一样 那么CSI在Linux的容器里 几乎已经变成一个存储规范 但在Windows里呢 我们现在目前还是在用flexvolume 这个plugin这种方式 那么它主要支持一些SMB iSCSI 像图中 像这个PPT里面这些存储 那么当然我们目前也在引入这个CSI 或者加入各种external的provisioners 后面呢 会逐渐的把CSI引入到Windows中 但是现在如果我们选择上云的话 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来使用flexvolume 包括SMB 或者这个Ascasia这一套东西 OK 那么这个就是 刚才就是我们讲的这三部分 那么下面由我同事Alex Yang 让杨宇来为大家讲这个demo的演示部分 大家好 Hi Alex 那你先停止共享屏幕 我来共享一下 Hello大家好 我是Mirantis 杨宇 那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demo演示 就是新增一个Windows的一个Cubernetes Worker节点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相应的应用 把它创建 然后调度到那个节点运行 同时再去讲解一下 它的网络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Cubernetes集群 那有一个Master节点 然后有三个Linux Worker节点 其中有两个是运行在Cubernetes模式下的 然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Master节点的一个版本 那我们Master节点现在运行的是Docker的一个19.03.8的一个版本 然后上面也运行了一些我们的一些基础的Cubernetes的一些Master的一些组件 然后我们再可以看一下我们Windows的节点 为了方便演示呢 我Windows节点呢 我也事先装好了Docker 然后也导入了一些镜像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版本 那现在我Windows运行的是一个2019的WindowsServer 然后那在上面的话 我们也是有相应的这种Driver 然后有相应的Images我也提前导入了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Kubernetes版本 我们Kubernetes的版本呢 是1.17的版本 那么我们Cubinalist也正常的运行着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只有一个Default的NameSpace 然后有CubeSystem的NameSpace 上面运行的一些我们Cubinalist的一些Master Service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演示 增加一个Docker的Swarm的节点 Windows的节点 我们可以选择Windows 然后选择工作节点 然后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个命运 那么在增加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在网络上 现在我们安装完成以后 Docker会去有一个ETH0的网口 然后它现在也建立了一个HyperV的VSwitch 就是一个NAT的 然后我们在创建的过程中 它会去再创建一个把我们的ETH0 桥接到我们的 稍等一下 它现在桥接网卡中断 OK现在恢复了 它又新建了一个网络接口 VETH 然后它是相当于是我们MiniX的一个bridge 但是在Windows里面它是一个HyperV的bridge 把我们的ETH0网卡桥接到了我们的一个HyperV的Switch上面 那么现在我们的IP是配置在这个文卡上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正在运行的一个agent来帮我们去做一些自动化的去做一些我们CubeNet相关的一些安装 比如像CubeNet 像我们的一些网络的组件Canico的Felix Canico的一个controller等等 那我们可以回到这个界面上可以看一下它的状态 那这可能就要花一些时间 那我们在等它加入完之前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我们先可以创建一个Limit式的一个容器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LimitSpace LimitSpace很简单 就是一个TableLimitSpace 然后我们可以再创建一个LimitSpace的WebServer 那这个WebServer它主要就是由一个Service NodePortService组成 然后其中的话会有一个Replica的一个Deployment 然后是两个 然后这块的话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Affinity策略 就防止我们的 就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高可用的应用 那么这个应用是无状态的 那么如果说你要保证高可用 你是需要这些应用能被调度到不同的节点上去 所以说我们可以配置一个anti-Affinity的策略 然后的话我们使用的是Nex Lpin的镜像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现在Node的情况 那现在我们看现在我们到Windows节点已经加进来了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是有三个Linux节点 那其中这一个是运行在另外一个Swarm集训的模式下 另外这两个是运行在CubeNest集训模式下 那按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调度策略的话 它应该会被调度到02和03上 Nex的容器 我可以创建一下 OK那现在它这个很快已经运行起来了 那我们可以加一个-o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POD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Deployment 然后它是一个ReplicaSet 两份然后对应着这两个POD 那它都被调度到了02和03上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去访问一下 我们也可以访问一下POD的IP OK这是已经可以正常提供服务了 那只要注意的是 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选择的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说它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点点上去 Linux节点上去创建呢 就是说我们会增加一个NodeSelector 让它指定了一个就是它的OS是Linux 那么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节点 它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节点上 其实它的Labels里面也有这个 比如说它的BetaCMNiO是Linux 然后CMNiO是Linux 也等于一个是 所以说它这样它就会去选择到这个节点 它的POD就会掉到这个节点 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那个Windows的一个容器 Windows的这个节点 那在这个节点上呢 它也会有相应的去Label 就比如说它的一个OS是Windows 这样的话我们在创建Windows 那个Linux的时候 那其实它就可以掉入到Windows节点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节点 现在我们的Windows集群已经正常了 已经加入进来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在上面的一些跑车的容器 那上面现在我们跑车了一些我们这边是管理的Agent 同时呢就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说你自己在部署Kubernetes的时候 那其实你会部署像Kubelet 然后还有我们的Tigra 这个是我们Kanico的一个组件 然后还有Kubeproxy 以及我们Kanico的一个Felix的一个数据平面 出现 那么这些其实现在还没有我们的POD运行在上面 那我们现在可以去创建一个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WinServer的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其实和原来的那个Linux是差不多 就是一个NodePOD的Service 同时呢 那么使用的是一个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CoreServer镜像 这个镜像大概也有四个G左右 那么在上面我们会起一个WebServer WebServer的话就是会显示的一个IP 和它的Count访问的次数 然后在这一块最重要的就是说 也会加一个NodeSelect 然后选择Windows节点 因为这个镜像比较大 所以说它会慢一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个服务的话也是Running的 POD也Running说明它创建起来了 那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我们的Windows里面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Windows的POD 和它的一个container就运行起来了 那这时候我们试着去访问一下这个服务 它第一次访问会慢一点 那对 现在也能正常访问了 那我们也可以去直接访问它的一个POD IP POD的IP是这个 OK 那也是正常的 那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像传统的应用一样 就是说传统的Kubernetes的POD一样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Kubernetes 我们可以登录到那个节点上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选择这个POD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不是用Shield了 是用Windows的PowerShield 那现在我们就将于是Attach到了一个Windows的PowerShield 那它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IP 正好就是我们刚才用看到的那个Windows的POD IP 然后我们也登到这个Windows的这个机器类的POD里面了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就是说和我们的 Linux的POD去通信 我们Linux是POD的一个IP 比如说是110这个 现在都是通信都是互通的 那么其实这块的话我想再 着重介绍一下就是说有个顾虑点 就是说其实刚才那个Larry章提到了 在我们做Windows的那些 我们说要把我们的Windows应用迁移到容器环境 那么其实在镜像考虑以及Hypervisor的OS版本的考虑 以及镜像和HypervisorOS兼容性 还有存储这块的考虑的前提下呢 我们还要去考虑网络这一块 那么现在Windows这一块 初始的一些网络方式 主要像Flanel还有我们的Centicle 那么Centicle其实我们也支持两种模式 Centicle支持IP in IP的 就是我们的传统 我们可以很简单理解 就是BGP的一个IP的一个路由的一个SDN的方式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VXLAN的方式 VXLAN的方式 那么现在由于Windows这边并不支持IP in IP的这种方式 所以说如果您是需要去搭建一个Windows的Worknode 然后你需要和Linux节点去通信 而且使用同一个Centicle的控制器的话 包括同一个Centicle集群 那你能选择的Centicle下面呢 就能是VXLAN的一个方式来作为通信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登录到一些Node节点上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的一些路由 比如说一些到刚才我们到Windows节点路由 我们可以看到它最后是通过一个VXLAN的隧道去转发的 OK 那今天我的这个demo就到这结束了 谢谢大家 Larry 请你再共享一下屏幕 咱们所有的演讲和demo都结束了是吧 Larry最后有一个summary OK OK最后来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OK 那我们总结今天讲的大概就有这三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把传统的传统的这个DONET的业务 容器化来获得这个灵活的扩展 并且这个可以缩减成本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建议客户从一个小的集群开始 然后当我们的这个集群 当我们通过这个小的集群对Windows的容器有了更好的理解 包括更好理解它跟Netflix的差异 用的比较熟了之后 然后再把大量业务签上去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容器化的 或者这个容器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这个提早规划 比如说这个容器 比如说这个身份验证怎么弄 包括AD 包括存储怎么弄 也包括刚才这个网络我们想想要怎么弄 OK 然后这儿有一些资源 这个包括Sick Windows的 包括这个Kubernetes Windows Development看板 还有一些微软的官方文档 还有一些KPAS的官方文档 这些都是链接 这个大家不用抄 然后我们后面这个slice会分享出来 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实际上也有一个白皮书 然后的话 可以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大概看一下这个是18年9月份 也算是比较新的一个白皮书 OK 到这儿今天所有的演讲都就结束了 好的 太棒了 非常感谢今天的演讲嘉宾 杨宇和文莫的精彩演讲 下面我们将进入问答环节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请在那个屏幕底部的答框中进行提交 我们在时间准序的范围之内 可能帮大家回答更多的问题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微大框中 其中有五个问题 看看我们的演讲嘉宾是不是要回答一下 不过我们所剩的时间也是不是很多了 要不然我们选择几个问题回答一下 那行我选择几个问题回答一下吧 那第一个问题呢是 多个.NET 版本的在一个Windows 操作系统上目前是支持的嘛 那这个的话 目前的话.NET 就在同一个Windows上面 如果说有多个.NET 版本 它是需要有一个 有Mati-target的功能来支持的 但是对于容器环境的话 我们这边的一个建议就是说 如果说你是一个容器环境 那么就因为容器 容器带来的好处就是一个环境的一致性 从你的开发环境到你的部署环境 那其实尽量保持在同样的一个.NET 版本 然后如果说你有不同.NET 版本的应用 那其实你可以分开部署在不同的容器里面 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张小老师 他说的一个.NET 镜像 SAC 镜像 批减更新 那么应用使用的基础镜像 怎么与之同步更新 比较具有可行性呢 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首先强调就是说 我刚才提到.NET 镜像 主要是一个 hypervisor的镜像 就是一个我们的操作 我们的宿主机的一个操作系统版本 那么对于容器里面的一个版本的话 其实就是说它是我们可以使用Cores 或是用nano server 那么对于容器里面这个操作系统 如果说它要更新的话 那其实就是说和我们传统的 开发一个应用一样 其实就是说 涉及到你依赖的更新 是你需要去有一个完善的CICD流程 去对你的这个更新 去进行重新的这种测试 然后做一些bug的修复 做验证 最后你才能去确保你应用没有问题 然后再发布到你的生产环境 那么对于操作系统的更新 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需要一个环境 去做一些更新的验证 最后才能在生产环境去做应用 然后同时那个 还有张晓也提出了 就是说 现在特学 现在我们的这个最新的1.18版本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不用使用node select 而使用runtime class来解决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因为现在 如果说我们在现在 刚刚展示的是1.17版本 如果说使用node select 其实会有一些问题 那主要就是 有些我们现在有些hume的包括 其实里面并没有说能指定 我们的node的一个select的一个选项 那其实就会有问题 就是说你是没法去使用 像客户的话 他是没法去指定node select 来选择我要运行的机器 那么另外一个思路就是用runtime class 在1.18版本里面 那其实就通过管理员来指定 什么样的镜像 需要装在什么样的 那个我们的hypervisor节点上面去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吧 那就是 刚刚演示里有swarm和kubin 而是集群混合部署 对 这个是那个murentis 收购的那个 dockenterprise的一个特性 因为原来dockenterprise 它的一个主要的集群方式 是dockswarm 但随着kubinantis这个社区的 包括这个整个技术 包括它的生态的一个发展 那其实后面 dockenterprise也支持了kubin 那为了兼顾 兼顾swarm的客户 以及未来kubinantis的客户 那其实在dockenterprise里面 它是支持swarm和kubin 是集群混合部署 然后统一管理的 然后最后的话 一个观众也提到了 能否介绍一下waterlet 其实waterlet 这个其实也是murentis 在开源的一个组件 那waterlet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 我们 在原来传统的这种 虚拟机的业务里面 其实有很多openstack业务了 那其实我们现在也有部分 openstack客户 要向容器化 向kubinantis的平台迁移 那么但有些应用呢 它是没办法一下子 就是说很快的 就从一个单体的应用 改造成我们这种 coordinative的应用 那么其实murentis 就开发了waterlet 这个功能 就是一个我们的 叫做 应该是叫cri的组件 就是一个container runtime interface 那它能和kubinantis的 实际上是把一个虚拟机 kvm虚拟机作为一个 kubinantis port 来管理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使用 统一的kubinantis平台 去管理我们的 虚拟机的 负载 也可以管理我们容器的负载 当然这个项目现在是开源的 如果说感兴趣 我们后续可以 有专题的这种 针对waterlet的一个介绍 好 谢谢大家 好吧 我们今天就只能回答这些问题了 由于时间有限 非常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 网络研讨会的录像和幻灯片 将会于今天晚点的时候上线 期待在未来的CNCF网络研讨会中 再次与您见面 希望大家每次都能满载而归 Hi Christie We are good to stop the recording